好,上彈 這把是槍店老闆珍藏的 GNG M1 這把槍真的真的非常巨大 我的攝影機加在上面的話也沒有辦法拍到整個全部 OK,好,我們來做開箱 就是非常簡單的傳統的電砸槍 可以看一下這把總長多少 足足有112公分 這把槍的重量也非常非常重 他整把全金屬 跟木頭下去做的 這個聲音還是可以出來啦 你再聽一下 擬幀度非常高 我們目前那個小開箱這邊 因為基本上他裡面沒有什麼配備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他比較細部的構造 從他的槍口這邊開始看 這強力磁鐵就可以吸得住 所以這個基本上 就不是鑫河金,因為鑫河金一般來講不好吸 就吸不太住 扣環也是金屬製的 沒有問題 這都是金屬製 這屬於鑫河金 這吸不住,吸不住,吸不住,吸不住 不過他裡面這個外管 是金屬製的 然後接下來這邊我們再往下看 這都全部是木頭製的 這些木頭真的非常漂亮 這不是 這不是,這不是 不過這扣環式 這不是 再往後看 這個是 這個不是 OK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是 描具這邊是 這滾輪的地方是 這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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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有少部分是鑫河金 所以重量還是在 不過金屬的質感並不差 這個是他的彈匣 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 護弓方面是金屬 金屬 OK 板機是金屬 好 最後我們看 槍托的部分 螺絲 金屬 這後托是金屬 這非金屬 這個是他的槍托後蓋非金屬 金屬 最後 哇 很可惜 這扣環 非金屬 好然後 槍機沒有辦法固定在後 所以他的HUB 來看一下 他的HUB是從這邊可以做調整 沒有問題 然後 卸彈 他的卸彈甲這邊卸 然後這是他的扳機 這邊是保險 壓下去 這樣沒辦法擊發 往前推 可以擊發 扣保險 沒辦法擊發 擊發 大致上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他的外觀部分 我們講到這邊 那這邊的話呢 我先介紹一下他的 BB槍的功能 他這邊的話 是壓 趴旁邊的壓 你會一直以為 他的卡榫在這邊 其實他的卡榫在前方 不是在後方 所以你壓這邊 他反而是 被你壓成像這樣 所以這個永遠卡不進去 你要 你要壓這邊 他剛好是 你看我大拇指壓的地方 剛好是卡榫的正上方 所以 裝這個的時候是 稍微平行 讓他們兩個稍微平行 裝進去一點 平行 有沒有 這樣 跟他的輔助一下 OK 他的彈量真的很可憐 OK 他就這樣子 這樣子就裝滿 好 這是他 裝彈的部分 那他槍托後面 這邊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他 裡面的話是 小田工頭 5分鐘後 那我們開始做他的 初速的 測定 95 117 118 好 我們打完10發 OK 出速度非常穩定 大概 大概117 118 就是 就符合我們台灣的風圖民情 另外一個的話 可能會有人想說 那 彈數這麼少 有沒有可能 測連發 因為他彈數只有22發 而且他是電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到底能不能 摳出最佳的板機速度 來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喔 他從我們剛剛的第1發 然後一直到第17發 對不對 好來 17發我們現在要揭曉了 這把真的非常非常的悲催 我們看一下我們 好 我把他卸下來 我們整個還剩下3發 所以簡單講 彈夾你把他裝滿了 大概就是還剩下 3發 你拆下來剩3發 你真的可以打的 大概就是保證大家可以打16發 你拿一把這麼重的槍 然後只能打16發 除非你是想要當狙擊手 因為我記得他槍管也非常長 那就是 屬於這把槍的射擊 OK 同場加硬 M14 我把他拿出來看一下 他一樣是木槍 他這邊是塑料蓋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的 針鐵 的用量可以到多少 首先我們從他的槍口這邊來看的話 這邊都基本上都新合金 新合金 新合金 這邊有一個針鐵 基本上很好分啦 如果你有看到這種亮亮的面的話 一般來講大部分都是新合金而已 好 這也是針鐵 物工 也是鐵的 保險鐵的 扳機也是鐵的 然後這個 彈匣的釋放鈕這也是鐵的 不是不是 這是槍機的固定 他這邊的話基本上他是可以做槍機固定 往後拉 OK 他可以做槍機固定 然後就比較好去做調整 這邊是針鐵 鐵 這其他是新合金 鐵 他跟之前一樣我們講過 顏色比較淺 然後灰蒙蒙一般都是金屬 這種比較油亮油亮 純黑色一般都是新合金 因為他們都會上漆 往後拉 OK 槍機釋放 像之前一樣我壓這邊才會被人家罵 要釋放槍機的話最好再重拉一下就可以釋放槍機 OK 那我們看一下槍托的部分 然後他的後底蓋的部分 螺絲然後底蓋可以打開 所以他盡量能夠 擬針的部分他的確都是有擬針到 OK 好我們電池現在裝進去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他的單發 把他單發 OK 這樣子單發 怎麼把他轉到 連發呢 往下壓 往下壓 然後 旋轉 順時針旋轉 讓這個A朝著自己這一面 這樣的話就是連發 那你要把取消掉就是 壓旋轉往前面 好 這A往前面的話就是單發 OK 我們測一下他的初速 那目前的話我先開單發 我們看一下單發的數據 大概就是初速來到100 平均大概100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開他的連發 我們開他的連發 轉過連發 看一下 不錯耶他還有18個RPS然後 113 還算可以接收的速度只是 這個數據看起來蠻有意思的 這把槍是跟人家借來的 然後他可能放太久了 裡面的一些油啦什麼可能是有一點問題啦 初速上會比較不穩 好那我們測試就在這邊 759 AM 這邊的話稍微 準備一下 我們今天來做 四代之間的 射擊 首先我們先登場的 M1 這是彈量是最少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我大概 可以花多快時間 打完 9個把 包含那個非常小的那個 準心的部分 有 OK 總共花了27.77秒 我們現在準備好第2個 20應該只有16發彈夾 那我們重新 測試一次如果從 裝彈到射擊 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準備喔 準備喔 OK 好 上彈 OK 修可以喔 喔 目前的話大概是28.45秒 沒有問題 好 這的話就是我們M1的一個測試 OK 喔感覺還不錯 我們把剩下打完 5 minutes later 好OK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我們的M4 實際的一個射擊測試 OK OK 這個不是我的錯喔 因為它這一把的那個 扳機怪怪的 它會有自己會跳 它自己會跳連發 OK好不管 OK OK 上彈夾OK 開始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12.70沒有問題 OK我們看一下現代步槍的厲害 計時開始 一樣大概是12.7的沒有錯 同樣的我們一樣在做所謂的從全清空然後上彈甲 我們做一個全程的測試 OK沒有問題 OK12.22沒有問題 好那這就是我們全部的一個測試比較 那我們這邊稍微做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總結 可能有一些人很沒辦法去體驗出說像這樣子的槍跟我們現在槍有什麼差別 拿一下這就是我們現在近期的槍 你可以試想一下 我們一樣是後拖部分是一樣是貼騎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這把M1的話都已經超出我攝影機了 攝影機可以拍的地方 基本上就他大概是三分之二的距離而已 彈甲基本上藏在槍裡面 現在沒有人在藏在槍裡面彈甲是能夠裝多大就是多大 然後後面的機構 越來越薄 你看而且越來越簡單 整個的進程真的可以看得出 10代的眼鏡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問或者是想法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會儘快去回覆 OK